大家好 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个本地非常好吃的一个早餐店啊 是本地餐厅 那它的位置呢 就是在1928路这个去勇望路上 马克罗的斜对面 现在我们就站在这个地方 这家店就在21世纪房地产下面 我们现在看到这家店的全貌 那它的价位呢 基本都是围是在16000瑞尔到4000瑞尔3000瑞尔左右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兼不在果条厨房 那前面有虾和丸子 鸡肉 还有猪肉 猪内脏 葱蒜 旁边这个就是烧烤的厨房啊 在这个烧烤厨房那个锡子里面可能就是在烤的结果在本地的猪排 他们本地也很喜欢烤这种本地的黑鱼 那这种黑鱼一烤就是一大片 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盐烤的 烤完以后 他们就会一条一条的拿进来跟米饭一起吃 那我现在的果条是好了 你看最后都在加汤 加汤的时候呢 我们进去里面转一转 那旁边也是这样的一个 旧餐区 现在我们进去里面看一看哈 前面的本地餐厅装修都是用木制风格 他们都比较喜欢传宝 新自然 前面的玻璃厨房里面供应本地特色菜 那这边就是他的本地产的果干啊 鱼干什么的 那橱窗里面呢 就会卖这样的咸菜 还有法棍以及本地烤鲜鱼 那旁边这个米线就是今天我老婆点的 在旁边一点 就是在供应本地特色的汤水 这汤水也蛮好喝的 那我老婆的也已经准备好了 那现在我们准备进去开吃了 走之前拜一下土地层 往结账的柜台看一看 好 赶紧去吃 那我们看一下菜单 基本上都是12000瑞尔 3美金 2.5美金到3.5美金之间的价位 果汁3美金 咖啡呢 最贵的就是那个4美金的啊 1美金到1.5美金到2美金之间 那翻开里面看看 里面的一些本地的菜 像什么烤牛肉啊 烤猪肉啊 都是12000瑞尔 14000瑞尔 相当于是34美金 3美金 4美金这样子 好 节目的最特色的冰家热茶 就这样开始喝 先喝一口非常凉爽的冰茶 好 我的果条上来了 这是碎猪的果条 好 这个就是上来以后的样子 本地的香草 还有绿豆芽 加入到我的汤里边 现在开始操作 先加明蒙 然后加绿豆芽加进去 最后放本地香草全放进去 也绝对不能忘本地特产的胡椒粉 我喜欢加的多一点 这个可以根据大家的喜好啊 好 先拌一拌 好 好像忘了什么东西了 哦 对对对 忘记加潮州的辣酱了 这个是辣椒加蒜蓉做的辣椒油 一定要把这个加进去才好吃 好 拌一拌 拌的匀成一点 好好的搅拌 好 拌完的状态就是这样子了 那这个就是我老婆点的半米线 首先把汤加到里边 然后也是简单的用筷子拌一拌 也是拌的比较匀称一点 那基本上这样就可以开始吃了 然后呢就是我们最后点的这份我们的法棍 先烤完以后这样子剪完以后上的 然后呢就是我们点的本地的咸鱼 加它的腌萝卜 腌过的咸鱼用油炸一次 然后这样子跟着米饭或者是磕刚才的面包吃 本地人经常这样子吃他们的早餐 好开吃 那现在我们吃完饭了 它的价钱从上面开始 那6500日就是我老婆点的越南凉粉 就是凉拌米粉 然后下面的一万日就是我点的碎猪肉果条 一万日折合美金是2.5美金 然后下面的两个1000对是他的冰 我们刚才加了两份冰 然后下面的一份的那2000对就是法国面包 那总共今天早餐花了6.25美金 相当于是42块人民币左右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